列宾大结局观后感 可惜张宋文的演技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是好吗 花了18块钱开了超前点映 看完了列宾的大结局 我之前就说过 平台肯定会一天一集之后 在最后提前开超前点映 来割这个粉丝的这一波韭菜 又被我猜中了吧 果不其然 因为一贯如此 这也无所谓 我们是冲着张宋文来的 我们看的就是张宋文 我们看的就是张宋文的演技 看的就是张宋文演的这个黄东伟 那也无所谓 花了就花了 但是这18块钱 就即使是冲着张宋文去 最后我还是觉得有些亏了 最后这个四集 让我是比较失望的 甚至可以说非常失望 张宋文的演技 没有的说 这部剧就是靠张宋文 个人的流量 和张宋文的演技撑起来的 如果没有张宋文 这个剧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热度 如果没有张宋文 这部剧的受关注程度 也不会到现在这样的高度 那问题出在哪呢 问题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出在剧本上 之前大家吐槽的点 主要都在女主姚安娜身上 但是姚安娜和黄宗伟这两条线 是完全没有平行的 一边在追 一边在跑 但是是各演各的 所以我几乎都是忽略了 这个姚安娜就警方这条线 然后我再看这个黄宗伟这条线 这条线很精彩 而且有很多亮点 包括黄宗伟之前离家的时候 还在后面喊爸爸那场戏 我都反复看 在庙里头划火柴的戏 在这个寺里头擦烟头的戏 这个地上捡起来烟头 徒手捏烟头的戏 包括戴上了手套去敲柜门 明知道里头是死人 包括他打箱子 扭屁股 等等各种各样的戏 让黄宗伟这个人物 在这条线里头非常的立体 非常的完满 所以就很喜欢他这个角色 包括今天这第14集 我当时看完了之后 我甚至想专门录一个视频 我说黄宗伟的那一场 双面人的戏 一开始跟老婆告别的时候 你跟我一起走吧 带着孩子跟我一起走吧 满眼若累 老婆刚走 转身 这个就变脸 我到哪里 哪里就是提款机 立马的身上的那股劲又出来了 所以早就说黄宗伟是个戏精 是个戏精 没错 张宗伟把这个戏精演出了 和之前告起相完全截然不同的 反派的模样 我很喜欢 现在很多朋友都担心 这部剧最后的口碑会影响张宗伟 有很多张宗伟的粉丝朋友会担心 我觉得真的不必 这部剧现在演到这 就吐槽他的人再多 也没有人说张宗伟演的不好 大家都是 可惜了张宗伟的演技 白白的浪费了张宗伟的演技 张宗伟带不动这艘船 整个剧组配不上张宗伟 大家都是这种感觉 所以大家对张宗伟的认可 丝毫没有降低 反而在心疼他没有火之前 没有一个高配置的剧组 让他来发挥 那到后面 《清零商图密码》之后 可能张宗伟再接戏 就都是大难住了 整个制作规格也会再往上走 而且后面还会有电影等等 综艺等等 我觉得完全不会影响张宗伟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这部戏的问题 出在编剧身上 最后的大结局 我们明知道大结局是要这么排 就是最后肯定黄宗伟 要扶法 要落网 这结局是注定了的 关键是怎么走到这个结局 你得有一个能说服别人的理由 问题就出在这 他所有前期立起来的人物设定 在后期各种大翻转 这种翻转没有说服力 这种翻转没有推进 没有情感上的递进 就让人觉得很尴尬 黄宗伟这前期是什么样的人设 运筹帷幄算无一策 触遍不惊 他逃了这么长时间 到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开工 该挣钱挣钱 该逃亡逃亡从来没有翻过车 而且他身边的人换来换去 合伙人从阿昌最后换到了阿东 然后跟着小弟除了阿龙没变 换了很多人 但是他始终没事 就即使在阿东把阿慧 什么阿胜 几个人在他旁边枪杀了 他听到这个消息 依旧泰山风雨面前不变色 他是个消息 他是个高智商罪犯 结果在最后阿美去把他的几个孩子绑架了 这个消息辗转从阿东手里传到了他耳朵之后 他彻底的崩溃了 他瞬间就慌了 瞬间就开始给他老婆打电话 然后又跪在阿东的面前 怎样怎样 其实以他之前设定的这个人设 他完全可以不这么做 而且他完全可以意识到这是个陷阱 他如果回去 他就是肯定回不来 即使真要救孩子 那些让阿东去办难道不行吗 非得自己回去吧 这么难 然后这么大的危险 非要回去 最后撂在那 所以就纯粹是为了让他回去而回去 为了达到一个结局的目的 让这个之前张苏仁老师设计的各种各样的细节 设立起来的这么一个人设 在瞬间就躺下了 虽然变了短发 很精神 更酷了 抽烟的时候也帅的不行 还比以前瘦了 但是这个人的智商突然没了 就是你可以让反派略微降至最后导致他最后被抓 这可以 但是你也得说得过去 不能让他突然变成了个傻子吧 这一点我是非常的接受不了 然后他老婆 包文静演的他老婆阿兰 也是前后态度差别很大 之前拿到他寄来的蛋糕 还在那伤心 还在那思念 还在那感动 结果到这就开始 警察做了我的工作了 他就开始拼命的 要跟他一刀两刀 要劝他自首 这觉悟是就这么瞬间提高的 阿美那条线就更令人莫名其妙了 对吧 阿美之前掩护他逃走 他已经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知道要去做了 结果出来之后 两下子联系不上人 跑去绑架这家孩子去了 后面的槽点就更多了 听收音机判断位置 然后两个车交错 看到那个平海车上 就看了一眼 就知道那个车上是毒贩 你太厉害了 我觉得赵永南 不应该叫赵永南 应该叫赵柯南 他简直就是柯南 他不但是开了天眼 他这上帝视角 然后他有各种各样的神迹在身上 哪怕怀了孕照样破案 这个毫无问题 最后老婆喊 大喇叭喊没用 他拿大喇叭一喊 黄作伟就投降了 然后两个人有了全剧中第一次对手期 就不到一分钟的对手期 然后赵永南在这哭 我也没太明白 他那个哭是什么样子 那导演肯定跟他讲了 你这要表达什么复杂的情绪 但是我没看出来 我只觉得他哭得很痛苦 很痛苦 不知道痛苦何来 是为他前男友报仇了 然后他这两段感情戏 也是非常的莫名其妙 所以这个就不胜其土 这槽太多了 我觉得最后四集 这个锅还是要编剧来背 你太潦草 警方破案完全靠灵感 完全靠天眼 完全靠运气 然后反派倒的 也是完全的莫名其妙屋里头 最后这四集 演得最好的 就是张宋文跟韩庚 两个人的戏份 两个人的每一场戏 都值得拿出来表扬 他们俩演得不错 然后阿龙莫名其妙消失了 最后在字幕里直接说 伏法被枪毙了 结尾结得太潦草 这部剧我是一直追过来 之前很多人都是在吐槽姚安娜 我说我看的就是张宋文 张宋文很多场戏 值得拿来细细品味 现在也是这样 他即使在最后几集 他的很多场戏 也值得拿来品味 这部剧是 剧确实出了问题 但是张宋文没出问题 张宋文保持了 他一贯的高水准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张宋文会因为这部剧 受到什么影响 大家只会觉得 张宋文配得上更好的班底 张宋文配得上更好的制作团队 接下来张宋文的戏 甭管是孤舟 看不见影子的少年 青年上后图密码 我相信整个的制作环境 都会比这部剧更好 这部剧的追踪就到此为止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